欢迎回到麦子学院继续听我讲解Motion 5动效的基础课程 好,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解了Motion Graphic简介和熟悉界面 相信你对Motion 5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那么这节课我们将讲解的是如何导入素材 我们来看导入素材会有什么素材呢 一般会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图片或者视频 对吧,图片视频素材 第二种 PSD分层文件 我们将讲解如何导入分层文件的素材 好,最后一种 序列帧素材的导入 序列帧素材的导入 这一点将会对摄影师非常的有帮助 特别是如果你需要建立延时摄影 素材导入的时候 这一点会特别的有用 好,下边我们来欣赏几段延时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现在我们来到Motion 5 首先是要为大家导入一张图片来看一下 我们在桌面上随便找到一张图片 把它拖拽到预览窗口之中就可以了 或者是导入到层文件 可以对它的大小进行编辑 好,这个地方我再导入一段视频影片 在导入视频的同时 我们来到屏幕的左上方 在这个窗口里边可以对视频进行预览 好,我们现在已经导入了一段影片文件 我们可以对影片的大小进行编辑 让它撑满画面 来到检查器 属性 最下边看到有时序 我们让它显示出来时序 在时序里边 我们可以对影片的播放速度进行编辑 让它匀速播放或者是变速播放 对它的播放速度也可以进行编辑 让它放长或者是变短 还有就是反转片段 最后一个是它的真融合效果 我们可以选择无或者是混合 或者运动模糊混合 它将会改变视频中的真与真之间的关系 出点入点就不说了 就是控制视频的出点和入点 就是它的播放时长 好,现在你已经会导入一段视频 或者一张图片素材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如何导入一个PSD分层文件 好,那么我们来到Photoshop 我们先建立一个空白的文件 然后对它进行颜色填充 然后多建几个图层 分别对每个图层填充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好,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六层的不同颜色的文件 储存 好,现在就要回到Motion5 在Motion5中找到我们刚才储存的PSD分层文件 把这个文件拖拽到群组织中 不要松手 它就会出现下边这个对话框 第一,导入拼合的层 那么它导入的就是一个拼合的图层 剩下的都是单个图层 和第二个选项导入所有层 我们放大看一下 导入所有的层在这里边是非常有用的 它将会导入我们所有的图层 当然你也可以分别导入个别图层 好,现在选择导入所有层 看到了 在画面中我们已经导入了我们在PSD文件中建立的所有图层 可以分别对图层进行编辑 好,下面我们再来为大家讲解如何导入序列帧图像 先来到Bridge 我们先找到一段我们拍摄的延时摄影的素材 看到了这是我们一段拍摄的延时摄影素材 这是我们从相机导入的一段素材 那么首先我要对这段素材进行重新的命名 Command加A全选 全选之后 按住Command加Shift加R 则出现了重命名编辑对话框 我们在这里对所有的文件进行重命名 选择序列文字 那么我们将建立一个从1开始的序列文字 三位 如果你的图片较多的时候可以选择四位数 然后确定重命名 我的延时摄影素材已经变成了一个重新命名的序列文件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Motion5 我们来到文件浏览器 要找到这个延时摄影素材所在的文件夹 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序列帧图像 它是一个四位数的JPEG序列帧 就是我们刚才重新命名的四位数的延时摄影素材 选择它 把它拖拽到 项目之中 按空格键就可以播放素材 我们看 现在这个序列帧图像已经可以播放了 但是它的播放速度好像非常的慢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选择 对象 检查器 属性 继续来到 时序 在时序中 我们同样可以 编辑序列帧的播放速度 我们现在要提升它的播放速度 让它的速度变得快一点 放到300% 我们来看一下 再试着播放一次 嗯 这个速度还不错 还是挺 还是比较符合延时摄影的一个播放速度的 好 那么如果设想我去外边拍摄了一段素材 但是我没有带三脚架拍摄的素材不像这段素材那么平稳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段影片 像这段影片 就是我出去拍摄的一段 延时摄影 但是没有带三脚架 它拍摄的会特别的抖动 晃动 给观众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不稳定感 那么这个素材应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为这段影片添加稳定器 在资源库中 行为下边的运动跟踪 下边有防抖动 看到了这个行为 我们为这段素材添加防抖动行为 好 此时行为已经被添加上了 但是看一下播放效果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来到检查器 选择防抖动这个行为 那么你一定要选择的是分析 你只有对这段影片进行防抖动分析之后 这段影片才能被做一个防抖的效果 好 这是分析的过程 我们稍等一下 好 分析结束了 能看到在分析完了之后 防抖动会有很多很多的关键帧 那么这些关键帧就是为了防止你的影片抖动的关键帧 好 我们继续来到检查器 来看一下防抖动里边还有什么选项 有边框我们可以选择让它符合我们的播放画面有一个撑拉的效果 好 我们此时再来播放试一下 画面比我们没有添加防抖动之前稳定了很多 但是画面质量会有所损失 是因为防抖动这个效果把边框进行了拉伸 好 这节课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如何导入素材 我们这节课讲解了如何导入图片导入视频 如何导入PSD分层文件 以及最后如何导入一段延时摄影素材 并且如果你没有带三脚架的话 通过防抖动行为也可以让你的延时摄影变得更加的稳定 相信这节课对摄影师的你特别的有帮助 在我们课间的素材当中也有为同学分享我的素材 素材文件中有图片 有视频 有延时摄影素材 有序列针 大家把素材下载下来之后 通过我们的素材来练习如何导入相应的素材文件吧 好 我们下节课见